欢迎收看世界翻转中 我是吴彩燕 收到新冠肺炎的冲击 不止许多上班族在家上班 企业也都改采网络面试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AI面试官 专门看求职者的脸来打分数 国内有业者透过机器学习 让AI能够判读求职者脸部的86种微表情 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人格特质 沟通能力 抗压性等等 让企业主更能够精准的选定人才 全台北中南 人潮汇流之地 处处可见这块醒目招牌 来自新加坡的星展银行 近年加大力道投资台湾 但如何从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 抢到好人才 被欧元杂志评选为 全球最佳数位银行的星展 出动了一项秘密武器 求职者应征电话行销 必须了解公司文化 星展由人工智慧招募系统 Gin代劳 24小时不睡觉 随时有问必答 电话行销工作很简单 只要你肯拨电话出去 就有行销的机会 先浏览影片 熟悉工作内容 想知道公司福利 质押发展 聊天机器人会自动回复 并引导求职者 一步步填完履历 心理测验和情境式问题 大约30分钟回传后台 自动评分 当你要看这个介绍的时候 请就点选这个职位的介绍 OK 那他就会跑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 他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那他的确认是什么 仿佛正式对谈 一问一答 新展银行与新加坡新创业者 共同研发的AI面试官Gin 大大节省人资部门 筛选履历冗长流程 跟着他们的答复 那个系统会做一个评估 打一个分 把时间集中在分数较高的 那个应征者 请他们来办公室面试 新展新加坡总行 2017年共有3500名应征者 人资光筛选一位应征者履历 平均就得花上40分钟 最后聘用400名新进人员 2018年导入系统后 总应征人数来到5000人 但人资有Gin的出评结果当参考 平均只花8分钟 就能筛选一名应征者履历 最后录取800名新进员工 减少2.7个月作业时间 效率提升8成 而且人选更为适用 大幅降低离职率 以前我们大概应征 7到8位应征者 才能聘请一位 现在通过这个系统 做了初步的筛选 我们的那个效率真是提高 就是大概应征三位 我们只能聘请一位 固定脚架 手机瞧到最佳角度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吗 有的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 其实我平常非常喜欢游泳 系统临场出考题 就看求职者怎么接招 录制完影音上传云端 后台便开始打分数 进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 那我们会去抓住他这个微表情 之间的变化关系 用此预测他的人格特质 眉眼 嘴角 86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微表情 AI透过大量机器学习 代替肉眼 理性叛读 讯号不露接 国内技术业者凤凰互动 与师大产学合作 开发的非同步AI面试系统 金钱成本只有过往传统测评 四分之一 更省下求职者与企业宝贵时间 因为传统的面试也许 你有可能会被求职者放个子 或者是你要协调主管们的时间 来安排这一场会议会比较不容易 那让求职者直接录影面试 那资料上传到云端 那之后主管们在有空的时候 再上去看 也许看了一分钟左右就发现 这个人不是我要的人 他就省下来很多的时间 所以最主要这个是帮助企业 可以大量的征裁 只需几分钟判读报告出炉 求职者敬业度领导力 人际沟通技巧等特质 电脑先打好分数 提供雇主做初步筛选 这套非同步AI面试系统 2017年问世 包括震诞行 游戏局子 中租敌核等大型企业 横跨金融 科技传产和生衣都陆续采用 随着技术演进 还将综合眼神落点 动作手势 语速语调 声音表情等非口语讯息 让选材标准更全面 我在学校有修关于 组织心理学 组织发展 人事心理学等的课程 不受时空环境限制 主管一有时间就能观看求职影片 搭配AI分析报告 帮公司找人才 也采用非同步AI面试系统 积极做数位转型的 金控龙头国泰金发现 往年真才大概面谈十位 才能找到一位 但现在只需面试三位 就能找到合适人选 这个人谈了三分钟五分钟 你大概觉得说 大概观念想法 可能跟我们的工作 需要的这个特质差距比较大 那你就会这个时候 可能就不一定再往下再约来谈 所以他可以比较精准的 约到我们想要约的 这个所谓求职者 今年因应疫情 国泰金除了非同步AI面试 也大量改采线上面谈 学习如何跟不同个性的主观 去相处 就是我有的在 这次时期当中学习到很大的一个 令我意外的惊喜的点 尤其国泰释华打世界杯 海外分行不少 善用网路便利性 符合防疫需求 又减少碳排 可说一举数得 我们看到这个大树 它是一个稳健的 而且是一个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 接受人气网红采访 畅谈企业理念和经营目标 死板板的真材说明会 变成直播秀 触及人次更多 履历收件量也比往年多20% 国泰金规划将进一步运用 内部大数据 建立优良员工特质模型 结合AI面试系统 抢人才如虎添翼 也希望说 透过我们这么大量的求职的 这些履历 还有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员工 我们也可以做过一些分析 让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比较有效的 在我们内部的员工关怀上 员工照顾上 根据企业重信 发布最新报告点出 2020年将是智能自动化突破年 高达58%企业主都表示 以采用自动化技术 期望降低成本增加营收 不过专家提醒 AI并非万能 个人的能力 基本上它是取决于 你在进到公司之后 主管对它的一个指导 包含它的培训等等 就AI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可能很难从它过去的 就是有限的书面的资料 跟面试的过程 它能去判断出这个人的潜力 机器人不仅会抢走人类工作 甚至还能决定你我去留 面对AI来势汹汹 你准备好了吗 TVB的新闻 罗世鹏 戴云丽 台北报道